我們要的預期的效果 但是當然很多程式就是這樣 永遠沒有寫完一天 因為你又突然看到好像可以有多一個功能 比如說我們已經到GGG好了 然後輸入他那個人成績 輸入完之後我剛剛講過 你必須Enter 理論上我們是在這邊按Enter 但是他會跳到這邊 你再按一個Enter 他才會把資料輸入進來 有沒有 那當然我講過就是 如果之前就有同學說 那可不可以不要跳到這邊 直接在這邊按Enter的時候 自動就執行新增按鈕的這個CLICK動作 那我就可以 掃一個按鈕 其實不一定 其實說真的影響不大 但是有時候就這樣 就會覺得如果可以的話那更好 如果沒有當然也沒關係 有那種心態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補一下 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說 輸入的資料有沒有 的字型有沒有 跟上面的不一樣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輸入的時候 順便把字型改成跟上面的一樣 上面的字型其實是什麼 上面的字型是 就是微軟正黑體 那輸入預設是新細明體 有沒有辦法 直接就輸入 自動改字型 那會更完美對不對 所以 不過還有呢 這個有置裝有沒有 這個沒置裝 所以永遠改不完 最好是輸入順便畫框線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這些都辦得到 都辦得到 OK 都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情 但是如果說你會啦 你就把它加進來 那其實也是讓 你程式弄起來 你會覺得 更加的完備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把剛剛的那幾個問題 各個擊破 因為這也是同學問的 其實不知道 大家講到這裡就差不多 可是 總是要覺得 把那個後面講完 那會更完整 所以呢 我們剛剛最後那個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這邊按Enter之後 我不用讓它跳到這邊來 我就直接可以Enter 另外有同學問到說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它按Enter 它不會跳到這邊 它會跳到這邊 反正它亂跳 那為什麼亂跳 特別是如果你們遇到那個Enter 奇怪 它沒有跳下一個 它會跳別的話 請你檢查 一個屬性就可以解決 什麼屬性呢 把那個屬性裡面 找到一個叫 叫什麼呢 這個 叫Tab Tab Index 這個Tab Index 就決定說 你按Enter之後 它的順序 那比如說這個是 我因為我沒有 重做或者是多做 所以它的Tab Index 應該是 1 2 3 4 應該是0 1 2 3 這個是4 那下一個的話 你會發現 Tab 我點這邊 你會發現 這個變5了 有沒有 有沒有 那下一個的話一定是6 下一個一定是7 這個一定是8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按Enter它跳到別的地方去 請你把那個順序 有沒有 重新再改過 改回正確的順序 那它就OK了 應該這個 因為之前有同學遇到 我順便講一下 那第二個是說 我今天希望游標放這邊的時候 它可以按Enter之後 自動幫我執行它 那怎麼做 第一個 因為呢 也是事件驅動 什麼樣的事件驅動 當我在這邊按Enter的時候 自動變成 執行按那個按鈕 就是按鈕的動作 所以 一請你把游標放在這個 最後面的文字方塊 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會跳出什麼呢 Test Box 4 它的事件是Change Change 特別重要 我們要的事件不是Change 我們要的事件 請各位改一下 改什麼呢 當我什麼呢 一樣是Test Box 4 當我把按鍵按下去的時候 所以特別重要 請你把它改成Key Key的話就是那個 鍵盤 鍵盤上面的某一個按鍵 被按下去 所以請你把它改成Key DOWN 這個事件 OK 所以特別重要 一 把那個Test Box 4上面點兩下 把Change改成這個 Key DOWN 就是按鍵被按下去的事件 事件是你改這個 那把Change把它刪掉 因為這個不需要 我們主要是要KeyDOWN 那特別是KeyDOWN後面 它有個括弧 它會傳幾個訊息告訴你 其中有一個叫Key Code Key Code的話就是說 那個 按鍵的內碼 Code是內碼 那如果Enter的話 當然如果你查那個 ASKey Code內碼表的話 Key Code 如果Enter Enter的話是13 13喔 OK 那我怎麼知道是 ASKey Code內碼表 其實你可以 很簡單 你Google一下 Google都可以找 ASCII 你Google這個觀念 Enter一下 那你會發現這個就內碼表 至於什麼叫ASKey Code內碼表 你可以圍基百科稍會看一下 那他跟你講說 美國 那個美國人設計電腦的時候 他會定義出一些標準 這個我想 比較理論 其中我如果想知道的話 你可以搜尋ASCII的圖片 其中的話 找一個有彩色的 這個 其中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前面的實境位的 其中呢 這個有個13有沒有 其實就return return就Enter 其他的對應方式 有沒有 13 其他這些有沒有 像 如果你要輸出48 就是0 一之類 這是內碼 OK 那當然知道一下就OK了 那如果其中13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把它變成 所以這邊的話 特別之外 你就打一個邏輯看 if 如果什麼呢 我的keycode keycode 這個 這個參數 先 複製到這邊來 空一格 等於13的話 表示他按了Enter and Enter兩下 打一個 andif 幫我做什麼呢 當他按下13 Enter的時候呢 就直接幫我什麼 呼叫 這個 sup 特別注意喔 在他上面 他叫command button e click 這個複製一下 呼叫怎麼寫呢 呼叫就是打一個call TAB一下 如果是 他是Enter的話 就幫我直接call 這個東西 command button e click 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Enter了 那就幫我轉成什麼 那個 新增按一下 欸 特別之外 這種應該可以理解吧 程式寫完了 就是這樣而已喔 OK 那我們剛剛的功能呢 就有大功告成 所以重點 1 游標放在那個 testbox 4 然後把它事件改成keydown 透過這個keycode 知道說 如果是Enter的話 變成call command button e click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樣的結果 OK 那一樣我就把它執行一下 那這邊的話 QQQ Enter 輸入乘7 輸入乘7 好 剛剛Enter的話呢 是會跳這邊 那現在會不會跳那邊呢 因為我Enter是13 所以他會直接就呼叫 這個按鈕的動作 Enter 欸 不會不需要了 有沒有 就少按一個按鈕 其實好像就快一點點 不過就 就好像又多一個功能 就這樣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道理 好 那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如果我希望 可以把輸入的這個資料變成什麼 變成那個微軟正黑體的話 好 怎麼做 當然因為已經輸入 我們就把它重新再 再來過 那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那個儲存格 點phone 點name就可以了 name等於微軟中黑 就是 跟這個一樣 微軟的正黑體 把它放到後面 但是問題 我輸入 我這個儲存格 我這麼多個 假設一個一個弄的話 相對的比較慢 有沒有辦法 一次全部做完 所以 這邊我有 在那個 我雲端上面 我有放 剛剛這個 這個是剛剛的enter 如果說 這個 字形改為微軟正黑體 這個地方其實就這樣 但是這個 ABCDF 變成你要有六 做六行 那如果說你要一次性的話 會相對比較快 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 先試著把剛剛的那個enter部分 先完成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